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今天是3月7号星期四 如果大家今天看着我们的股市,上午的时候应该还信心满满 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说,老索这下看错了 说你看,你不是说这两天要调整吗?对吧? 那么为什么你说了昨天,这调了一点 今天呢,你看看上午的时候他说今天,你看又要创新高了,对吧? 那么事实证明呢,下午的时候市场依然是调整的 这不能说老索看的有多准的是多么神奇 如果大家稍有一些对市场的情绪的一些分析的一些东西 应该来讲不难看出,在这个位置 技术上早就应该有一个调整的动作 早就应该有调整的动作 那么整个市场的话,你只要发现一点 市场的资金有没有集中 市场资金如果集中,那么行情情绪就持续会进行下去 如果市场的资金已经出现了东奔西奏 虽然有展厅板,但是展厅板无法集中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整个市场啊,就是情绪已经乱掉了 你看有70多个展厅 但如果你分成板块,分成大概七八个板块 甚至有十几个板块,对吧? 那么这十几个板块当中,每个板块当中都是手板的比较多 然后连板的公司就那一两个 然后一两个的公司,你仔细一看 这些公司,都是市值非常之低的这些公司 对吧?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换手的这种类型的公司 就吃毒式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对整个市场的投资人来讲 一看的就是情绪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要调整的一个位置 那有很多人说这一波调整啊 会调整到什么位置?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有很多人说,你是看空还是看多 我跟大家讲 如果是说这一波往上走 首先我不承认它有个牛市 然后我认为这一波往上走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有可能这一波往上走 后面会走到3200点 但在这个位置如果调一下 对吧?能够调到底下这个支频 把3000点再调破 然后再从底下起来 再慢慢往上走 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 那么现在有一个比较难点的地方 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于这个地方调管理层干预还是不干预? 如果不干预,必调 如果干预 那这个还真的不太好说 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已经有干预的动作出来了 在2点钟左右的时候 市场急速下杀 下杀之后呢 下杀了16个点 而且深圳当时下杀的力度也比较强 对吧 也是急速往下杀 整个创业板今天跌了2.7% 创业板跌了2.7% 然后深圳 今天港股也跌的比较多 港股跌了1.2% 最高的时候跌了1.5% 那么整个市场其实都在调 那么下午的时候 你看盘中的时候 就释放了一波消息 说什么名声和联合证券 对吧?有一个结婚的动作 然后市场就拉一波 开始往上拉 券商中间就拉了一波 把市场给拉起来 就是说他这种干预随时也随时进行的这种干预 对吧 那么就有没有这种可能会 就是当跌多的时候 他会立即释放港股 这个东西就不太不太好说 但是如果从技术特征上来讲 我个人倾向于这一波 可能要把3000点再调破 调破之后 然后再往上走 大家都走得很安心 那么有很多人说 那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会在这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有所调 其实技术上是一方面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是药明康德 药明康德呢 在1月26号 美国有个议员说 他们要搞一个生物安全法案 你听这四个字 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就意味着 美国要掌握世界的生物的巨头 要确保美国的生物安全 美国的基因也比较安全 数据也比较安全 美国的医药也比较安全 对吧 那么这些药物的上市公司 这些药物的上市公司 他们做实验的公司 对吧 他们跟谁合作 对吧 跟药明康德合作 因为药明康德是全世界做 是药物实验做的最好的企业之一 但是可可惜可惜 这个药明康德这个公司 对吧 他是一个中国 中国人开的企业 虽然这个中国人 他是美国国籍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高管那种 几乎他的高管都是美国人 那么即使是这样的美国人 那你看到啊 这个这个谁对吧 都是美国国籍 都是美国国籍 你看都是中国人 但他都他们都是美国国籍 那么他们虽然都是美国国籍 但是他们的皮肤 依然是环中人的皮肤 所以他们依然是对药明康德下手了 那么药明康德这个公司下手完之后 A股当时还没有跌停给了充分的机会 让可能让投资人走掉吧 但是在港股的药明康德 大家可以看到港股的药明康德 今年跌幅跌的是非常之大 最高的时候跌了24% 然后港股的药明生物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药明生物 跌了20% 最高的时候跌22% 收盘的时候跌了21% 现然这是没有跌完的 那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药明生物 因为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 在A股当中 他所占的分量比较重 这个公司的话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 所代表的这些企业 都是A股当中 权重型的企业 1500多亿的市值 对吧 那么他的这个问题 就导致了整个 像康隆化成等等 这些跟他后面 全部就跌停了 所以这种情况 对整个市场来讲 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那么为什么说药明康德 这个公司 有可能要串心 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打左侧心底 打掉左侧心底 为什么 因为药明康德这个公司 他60%的 他的业务 我给大家看一下 调一下 你们就很明白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业务上面来讲 境外占到82.9% 然后境内就占到17% 也就是他大量的这些客户 基本上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境外的客户 而境外的客户 80%多 80%多的这些境外客户当中 又60%多 就是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医药企业 他就给美国的医药企业 定向做这样的服务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帮他们做化学 还有测试等等 反正就是给他们做药物实验相关的东西了 那么这样的公司 他在美国占比 对美国市场依赖过高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把他这一块业务给关掉的话 那么对药明康德的业绩影响会巨大 所以药明康德出现这种跌停是不奇怪的 那么如果他的业务真的美国把这个业务给禁掉了 这样搞那个芯片样的把禁掉了 那药明康德这个下跌可能还没有结束 那么对于A股来讲所代表 药明康德所代表的CRO这个板块对吧 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下下跌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对市场来说是一重影响 那么药明康德只是一个代表 还有一个代表是1月27号 今年的1月27号 雷蒙多就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吧 雷蒙多说了一个事情 雷蒙多说什么呢 说在要阻止中国获得算力 他要阻止中国获得算力 如果说雷蒙多对中国这些算力公司 相关的算力企业进行制裁 美国进行制裁的话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个是一个议员提出来的 这一次就通过了 那么这次上次是美国的商务部长提出来的 那么美国的高层说明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公司 如果对整个人工智能进行围剿 对整个的算力进行围剿的话 那么对整个A股市场的影响 高科技这个方向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大家往这个方向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有些比较重要的这些算力类型的公司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我在核心文章中讲的比较多 对吧 从它的业绩增长那一天开始 我就讲过这个公司 而且去年年底 我就跟大家说过 这个中期训练跟那个天赋东西 我说天赋东西的业绩增长120% 那么龙头是中期训练新一胜和天赋 对吧 那这几个公司业绩都还不错 那么其实实上表现的也还不错 那么中期出来业绩的时候 我跟大家算过 我说这公司的业绩 四季度也增长120% 但是中期这些公司唯一的一个弱点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它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重 大家可以看到中期训练的观摩块也是86.97%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如果美国真的要像雷蒙多所说的那样 对中国的算力市场进行打击 那么这些公司有可能都会 股价都会被利空消息砸下来 我指的是利空消息 利空消息的影响有可能是情绪面的 为什么 因为国际市场不需要 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巨大的一个需求量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因为美国打击中国的人工政策 中国就不发展人工政策了 中国只要发展人工政策 就一定会发展算力 只要发展算力就需要观摩块 所以这些公司掉下来之后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利空被打下来之后 我觉得依然是有巨大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中国的未来的算力的发展空间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就像曾经美国打击中国的芯片企业 中国的芯片 结果中国的存储芯片 且异军图起 像什么当时的那像什么 赵玉创新像这种类型的公司 那么当时股价极度往上走 对吧 从底部的时候30多块钱涨到200多块钱 那么这种类型的公司 如果打击中国的算力 中国的算力公司 经过一波利空调整之后 有可能会再创新高 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中国需要 对吧 就是国家需要政策需要 整个产业布局就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等调整 调整完之后 这是可以的 对于耀明这样的公司来讲 我认为他如果调整下来 真的被意外的砸破 假如说真的被砸砸砸砸 砸得很深 比如说砸破了1000亿这样的公司 对吧 他手上的技术是有的 那么美国如果他对这个药物实验 对吧 对这样的公司 他可能打击比较多 但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企业 中国14亿人口 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也需要耀明看到这样的公司 如果他转战于国内 国内的创新药企业大量的在 在这个这个 进入药民来做实验的话 或者这样的公司 他未来的业务也不会太差 短线上肯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未来这样的公司也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所以砸身了 往往这种高科技企业 这种真的是高科技企业 对吧 他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他只是被美国给制裁了 只是业务上的受到影响 技术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这样的公司 有可能会有一个低估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个低估的时候 大家仔细去发现这样的机会 真的把一些非常贵重的东西 对吧 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砸到一个地板下 砸到一个白菜下 未必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 但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合适 对吧 等他继续再往下砸一砸 我觉得还是依然是有机会的 那么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 跟美国相关的 业务占比过重的这些企业 大家都要小心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是杀红了眼 他不管什么东西 对吧 只要是他觉得不对的 对吧 他觉得你们在发展 你们发展的很好 那我就要打击 那么这样类型的公司 大家要极度小心 每个看每个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点开他的基因分析 看一下如果境外占比过高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么第二个呢 今天下跌的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市场有不少活力盘 市场只要有一些风水草动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离一场观望 那为什么赚钱了 对吧 我我是前天走的 昨天前天前天走的 对前天那个 我个人以为呢 就是说 你能有一点获利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大部分的行情结束之后 90%以上的是获利不了的 如果现在比如说 比如说 你有一千万对吧 那么你获利 获利个两百来万 对吧 其实已经很好了 你已经超过了全年的这个 这个走 万钱挣到了吧 对吧 你非要搞到最后 搞到最后之后 你说我博弈 我搞到最后之后 两百来万可能就都没有 对吧 到过年结束的时候 可能一分钱不是 都有可能 所以真正挣到的钱 你揣在口袋里 才有可能是你挣到钱 对吧 那你说你那股票还在涨 你看你看你卖早了吧 还在涨对吧 那王爷他不涨呢 这东西都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只有当整个市场 出现一些征兆的时候 我不管对错 我先落袋圆 我先看看 先看看 当确定机会 比较确定的时候 我再进入市场 不迟 因为现在市场资金是乱的 没有什么主线 今天涨的最好的一个板块 大家想想是哪个板块 对吧 轨道交通 对吧 搞地铁的 轨道交通 你说轨道交通这个东西 有什么 这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对吧 没啥东西在里面 对吧 你有可能说 是中国的这个 新质生产力 这个东西我觉得 跟新质生产力 达不到什么关系 最主要的 限制生产力应该来讲 还是高科技这一块 人工智能这一块 人工智能这一块 其实上层已经是达成了一致 我认为它调整下来市场 如果砸下来 未来起来还是人工智能 还是人工智能 所以对人工智能的一些公司 特别一些龙头性的企业 我今天在核心文章当中跟大家讲了 我说这核心 它如果能调个百分之四五十 那么这些公司未来起来 也还有可能再传新高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核心文章都是免费的 没有收过一分钱 有很多人打着老索的旗号 然后就是去收钱 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网上非常多 我们写这个东西 最主要的就是跟大家 有一个思考有个对话 有个思考有个对话 有很多人收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 对吧 时候说是你看我说的对吧 我昨天说要跌 你看现在跌了吧 在上面吹牛 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都是免费的 咱们大家在一起交流 能够有交流的产地 这个是最关键的 第三个市场涨的原因 就是跌的原因 这个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讲 我在市场当中 这么些年 非常深深刻的一个领会 就是市场上涨的原因 就是下跌的原因 你比如说现在这波上涨的原因 这波上涨的原因很显然 就是政策 政策在控制IPO 在控制融券 在控制卖空 对吧 这是它上涨的原因吧 那么下跌的原因 只要把这个东西拿掉 市场就会下跌 除非你市场彻底改变了 对吧 业绩真的增长了 那现在为止企业业绩 没有增长 你看整个中国的宏观上面 从反应上 各方面来讲 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政策什么时候撤 就是整个市场 什么时候出现 我个人以为 出现拐点的时候 市场在历史上 你比如说2015年这一波 因为杠杆 对吧 就出现了一个波上涨 下跌呢 去杠杆 就出现了一波下跌 崩掉 所以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上涨 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下跌 而这一波单前 这个是因为上涨的这个原因 还没有结束 所以 寒气依然是 未来是往上走的 但短线上 有一波调整 非常正常 大家 这一波调整 你别看着这一波 比如说他真的调破三千点 对吧 那么有很多股票 有可能三 两个 比如说往下砸 两三个 两三个五个点 可能你的利润就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每一步 每一个小阴线 我都非常谨慎 为什么 就想有点核反潜 在市场当中能够活下去 对吧 好 详细的内容呢 大家参考核心文章 如果找不到核心文章 相互这样的评论去说一下 今天重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提示大家 如果短线上有获利的 对吧 稍稍减减仓 对吧 把仓位减减仓 获利放在口袋里 这个才是最安全的 好 详细的内容 参考核心文章 未来一旦有大机会的时候 咱们再共同在里面讨论 好 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